这个奇貌不扬的老头 绝对是全中国男人最羡慕的人之一 翻开刘鸾雄的女友履历 最美港姐李嘉欣 无限花旦蔡少芬 绝代美人关之林 统统被他收入囊中 有的甚至是同时拿下 名气小一些的 红心 袁杰英之流 也都是各顶各的美人 按刘鸾雄自己的话来说 娱乐圈这些大家熟知的女友 只占百分之一 圈内外不知名的女友 根本数不过来 她一个人的发编新闻 足以养活半个香港鱼圈记者 以至于玩着太花的老刘 后来需要花三个亿 贯慎保命 1988年 18岁的李嘉欣 成为香港选美比赛冠军 瞬间引得无数富豪侧目 刘鸾雄毫不犹豫 抢先出手 第一次见面时 就送了一套800多万的房子 作为安乐窝 豪车 奢侈品 有求必应 因为李嘉欣依据 家里没地方放衣服 刘鸾雄用豪制2000万 买了一栋超级别墅 作为李嘉欣的衣帽间 老刘不仅舍得花钱 更是愿意为美女花心思 一次李嘉欣想吃宵夜 刘鸾雄便半夜驱车 买了麻荣包等小吃 碰上电梯停电 心甘情愿爬20多层楼梯 只为我美人一笑 情人间那天 刘鸾雄更是浮夸地 买下两个报纸的头条 公开向李嘉欣示爱 性格强势 习惯了持量行凶的李嘉欣 并不满足只当一个情人 仗着老刘的宠爱 寄予起刘泰的位置 多次公开挑衅刘鸾雄的原配 包永勤 原本包永勤对丈夫的风流运势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也被迫和蔡少芬联手 对付李嘉欣 蔡少芬当时为偿还母亲烂赌 欠下了巨债 以六年八百万的价格 投入老刘怀抱 包永勤帮蔡少芬还了一些债 又送去学习礼仪和文化 焕然一新的蔡少芬 获得刘鸾雄更多的喜爱 花费上百万 为他举办了一场生日宴 也让李嘉欣收敛很多 但野心未灭 可他的闺蜜关芝林 却让其豪门梦彻底破碎 在刘鸾雄迷上关芝林后 一如当年追求李嘉欣 先是重金公事 知道对方喜欢收藏 直接赤巨资 为其开立家古董店 然后一度承诺会离婚 迎娶关芝林守护他一辈子 然而没多久就闹出了 轰动一时的高尔夫球事件 关芝林的玉女形象一夜崩塌 随之退出这场豪门阔态之争 本以为刘鸾雄会活到老 玩到老 继续收割香港新一代的年轻女星 没想到一个名叫 甘笔的小记者的出现 竟然让这位纵横花丛多年的 烈焰圣手浪子回头 被轻松拿捏 原来关芝林当年 高尔夫球事件都是假的 2023年1月 香港烈焰圣手刘鸾雄 在记者发布会上 无意间提到了这件盛传多年的狗血故事 连同春卷门的都市传说 一块正是予以否认 并以段子绝孙这样的都市加以保证 但这场发布会的重点 却不是关芝林 而是要澄清和前任吕立军的复合传闻 宣誓现任刘泰陈凯运 俗称甘笔的稳固地位 说起刘鸾雄就不得不提甘笔 从不值一提的鱼圈记者 挤掉一众明星美女 到坐稳豪门刘泰的位置 让风流浪荡的一辈子的刘鸾雄死心塌地 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1999年 小狗仔出身的甘笔 因为拍到震惊于圈的双旗夺面 从而一战成名 导致第五天王争一剑一蹶不振 而刘鸾雄除了美女之外 最喜欢干的事 就是召开记者发布会 容身为一线渔记的甘笔 得以多次采访刘鸾雄 在一次采访中 一名摄影师镜头凑得太近 怼到刘鸾雄 还没等对方发作 甘笔就用一句高情商的玩笑 瞬间化解他的怒火 使得刘鸾雄记住了这个 貌不惊人的小记者 得知甘笔辞职后 直接开出十万月薪 将其弄到身边 当了助理 那时候的刘鸾雄 已经厌倦了李嘉欣 关芝林这样的明星大美女 反而将眼光转到了 圈外普通女孩身上 身边只剩一个身在国外的吕立军 其实论条件 出身 长相 学识 吕立军无死角 全方位碾压甘笔 但甘笔赢就赢在 温柔乖巧的性格上 当时身体每况愈下的刘鸾雄 极度渴望关怀 正是在这样的契机之下 甘笔进入了老刘的生活 刘鸾雄出席活动时 曾脚步不稳 差点摔下台阶 甘笔下意识扶住了他 避免当众出丑 从那过后 刘鸾雄就越来越信任 和依赖甘笔 眼见地位不薄 吕立军不惜让闺蜜 网影输钱去勾引 不料这个闺蜜水性洋花 使得老刘头顶织帽绿光 被甘笔揭穿后 灰溜溜退场 而最有魄力的 是甘笔拿母亲的扇 换给刘鸾雄 为其成功续命 甘笔也嫁入豪门 吕立军拿着20亿 被扫地出门 刘鸾雄曾公开过 自己的财产分配 甘笔获得了大部分的资产 坐实了香港女首富的位置 成功上位后 甘笔证明 自己不仅有小女人的柔情和体贴 更有大女人的能力和格局 将老刘旗下的产业 搭理得井井有条 刘鸾雄也就此退居二线 开始安享晚年 许家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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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